马来的一个基本信息的话呢 其实主要是在于它多元化的消费者 它的这个市场相当巨大 并且它的人均GDP是7万6 我这个7万6的话 给到的是人民币 不是说美元 也不是给到的是马来币 7万6就是人民币 然后中国的话是6万左右 所以的话 马来的话消费力是 就是在人均收入这一块 是高于这个 我们中国大陆的对不对 那像针对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挖掘这一部分 我们要去挖掘这一部分消费者 让他买我们的东西 那其实到后面 我们来会给大家讲 因为它这个7万6的消费水平 你感觉说是挺高的 对不对 但是的话呢 就是一样的 它是多元化的 有消费低单价的东西的人 也有消费高单价的人 所以你在马来很神奇 就是你要做低课单 你要做低课单的品类 你能做得很好 但是同时 你要是去做一些高课单 你会发现也能卖得动 那高课单的话 像比如说什么 超过100块 就甚至说是超过60块 我们就算是比较高一点的课单 这样的产品有什么 就比如说是 3C用品里面的摄像头 那还有说是什么 像一些3C的一些 小的一些家具用品 像是一些带电的产品 对不对 那它课单价的话 可能会在五六十以上 那是会有人买的 那像饰品的话呢 10块钱的饰品也是有人买的 所以它的消费者相对多元化 然后我们要来看到马来人的喜好 我看到这边有同学说到 上耳环没人看 对吧 上耳环没人看 不用担心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流量现在虾皮是 我们虾皮是非常火热的平台 对不对 所以的话那针对于虾皮来说 非常多的卖家都在上面卖东西 一天上传的产品的listing 是非常非常多的 撑绝对是数以万计 甚至说倒是百万计的产品的量 所以的话那这个流量是不太够分的 但是你们不用担心 你们坚持着持续去做这个上星啊 持续的去做上星 就会发现什么 就会发现你的这个上星的动作 会让你在九九大醋突然爆发起来 因为九九大醋的时候 就是一个流量的高峰点 无论说是平台还是各方面 都会去把这波流量 承接到虾皮里面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 有没有一些同学 知不知道这个九九大醋 可能有些新同学 会不会不知道 这个九九大醋是怎么一回事 我简单解释一下 九九大醋呢 它其实很简单了 就是我们简单的说 就是虾皮的过生日的月份 过生日的月份的话 那一定就是过生日 就是要各种各样好的事情 我都要放在我的生日这一天 对不对 那无论说是给到消费者优惠 还是给到卖家补贴 我都希望我的单量 有一个猛的增长 我都希望我们的卖家 就是作为虾皮来说 我们的卖家 能够卖出去更多的货 我们能够攒更多的 这么一个用户量啊 所以的话 他们会不计成本的去投入 那投入了以后 换来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直接到我们卖家身上 就是我们会出单 你很久很久不出单的店铺 会出单 但是前提是什么 你必须要在这个九九之前 去高评测的去做上薪这个动作 你才能够去做到这个 你才能去做到这个单量的承接 不然的话 你是一个本身死掉的店铺 那就算流量来了 你也是不会被有机会分到的 因为你可能已经被关小黑屋了 是不是 我看看同学这边还有问题啊 说到九九大促怎么报名 这个不用报名的 每个人都是在里面的 你记得去报一下免运活动 就可以了 免运活动 还有说是像一些 经理这边有发到的活动 或者说是像后台的这些活动 都把它报上 就叫做报名了 并不是说是会给你填一个表 让你们去填这个九九大促的活动 然后我看有同学问 这些大类目竞争 大新人怎么突围 这个点啊是问的非常好 就是这个问题问的相当专业 就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虾皮上很多销量 相当相当高的产品了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突围呢 人家的这个卖价甚至是低于 就是已经是比我的成本价 还要再低的 他怎么做到的 他的进货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拿到的采购价 也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说针对于这种 特别高销量又低价 就是利润薄到几乎没有 甚至说是要亏本去出单的产品 我们就直接放弃掉 还是归根结底再选品 这一块我们在后面再来讲 怎么样去选这样的产品 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从这个地方突围 但是首先你要 我先给你树立一个概念 是什么 就是你们现在 不要再去上那种亏钱 然后还没有单量的事情了 因为一样的 你的东西跟大卖卖一样的价格 但是你的这个销量 是不足以支撑的 人家一定会选择在他家消费 而不会在你家消费 好的 然后看 我先接着说一下 后面我再来回答问题 好吗 然后包括到马来人 还有一点是什么 喜爱社交 乐于助人 受教育程度偏高 这就对于我们做电商来说 相当相当的好了 为什么 我们可以走 这个社交电商这一块 我们讲的社交电商 是利用各种各样的 外网的这些 像Facebook 对不对 像是Instagram 我可以去发自己的产品 然后我可以去让这些 网红去帮我带货 然后像是他们受教率 程度偏高 所以你沟通起来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也不会出现太多 什么到货不取的问题 是吧 应该有很多同学 可能会出现 到货不取的问题 没有关系 这些问题的话 在马来都不会说是很严重 所以的话 我们为什么选择 马来市场 而且手占开 马来市场 是有道理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宗教 宗教这块的话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信仰 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你看针对这个的话 主要就有个特点 你不要去违背人家的喜好 去上一些产品 就是让人家看了 就不喜欢去点开的产品 比如说上 针对于伊斯兰教 我们就不要去上跟猪友 猪啊 这些动物有关的 因为本身 这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忌讳的一个动物 对不对 那你产品里面 不含猪友 你也要说明 重大的节日摘月 这个摘月已经过了 是在我们四五月份的时候 所以的话呢 这个节日的话 我们可以现在在做虾皮的卖家 画圈圈 画重点 最近才进来虾皮的卖家 一定要画起重点来 摘月在明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一定要重视起来 这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这个 针对于本地的一个新年 就是针对于非华人的一些 像是 我们像马来的话 其实跟印尼相似程度很高 就相当于是这个印尼人 也会有很多在马来 像是大批量的这种 节日的话 那像摘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相当于是新年 好 这边快速的回答一下 这边问题 做饰品的单量比较稳定了 不知道啥款有利 这个的话还是一样去 每天的话就是去淘宝 拼多多1688这上面 不断的去做选款 然后你要你的单量比较稳定了 你要去做单量的提升 不能一直稳 赶紧去推报一款 然后这样的话呢 能够快速的跑起来 这个就要去优化我们的图片 刚对接运营经理 没报上名怎么办 这个不是存在报名的 不需要填报名表的 只要你自己把经理给到的文档 认真的读一遍 然后把免运活动全报上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说是像是后台的这些活动都报 然后经理给什么活动 报什么活动 要是你自己有什么产品 特别值得主推的 你也可以跟经理聊 有利润 对是有利润的 肯定是有利润的 没利润的事情 不建议大家做 亏钱的生意 大家也不要做 那九九大促怎么报名 还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去报免运活动 那有返现项目去报返现项目 这些都可以报上去 报了的话 你记得在那个成本的时候 要加上去 到时候用藏家工具 我后面会给大家提到 然后这个报名的话都一样 报名的问题 我这边再讲一次 就是没有报名表这件事情 也没有说是要大家要花钱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很简单 我去报免运活动 报返现项目 然后再把该报的后台 后台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操作的后台 把这些活动全报上就解决了 然后我看一下到下面的问题 报名有销量要求 小白根本就没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值得你去出一些单 出单的精髓在哪里 我们后面再讲 免运也报不上时间错过了 不会的 一定会在99 你们现在去报的 现在是8月份 对不对 那你99免运的话 是到9月份了 所以你现在去报名是来得及的 来得及的 马来儿童教育玩具合适吗 合适呀 像是这个马来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 像是印尼人 就是多生多育的人 你知道吗 所以的话 你去做一些母婴用品 儿童玩具都是相对比较好的 只是要算好你的重量 不要导致你的运费亏损就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